2月25日,甘肃和西走廊旅游宣传联盟推介活动在北京市举行。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孝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3年,甘肃文化旅游产业火爆出圈。 今年,甘肃会继续加强相关工作,让和西走廊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甘肃的独特魅力。 去年甘肃的文化旅游确实是火爆出圈,我们接待的游客和收入两个指标, 分别增长到187.8%和312.9%,具体我来分析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个,首先是甘肃的文化旅游资源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甘肃省汇聚了中国五分之四的地貌类型,除了海洋和岛屿,甘肃什么样的资源都有, 而且是特别的壮美,特别神奇,自然风光非常独特。 所以,只要我们一宣传一推广,游客就会对甘肃特别感兴趣。 这是我们的资源基础。 当然,第二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因为游客的旅游的需求是多元化, 那么我们围绕游客需求的多元化, 一方面打造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品质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紧确的深度开发。 所以游客到甘肃来,这个感觉好吃,好喝,好玩,还能体验到文化。 这是我讲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对产品的开发。 第三个方面,最好的产品我们得策划举办活动,把信息得传递给游客。 去年我们在策划举办了东方征选看世界走进甘肃的东方征选活动之后, 更多的游客对甘肃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 然后,似乎旅游市场一夜之间就突然爆发,大批的游客都来了。 最后一点,我觉得去年的市场比较好,得益于我们的服务保障。 包括老百姓,兰州的老百姓,比如出租车司机,牛肉面馆的师傅,都特别给力。 热情接待,不找价,不宰客,自愿做志愿服务者,然后游客到兰州之后,感觉特别好。 兰州人给兰州加封,这是去年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这个因为甘肃市丝绸之路的最核心的一个路段,特别是河西走廊,这个是黄金路段。 这条路,自古以来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的通道。 所以,在中国文化组出去,进行跟中亚、西亚、欧洲一些国家交流这个过程中, 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大的通道,我们会积极努力发挥一些重要的作用。 可能更多的,首先是把文化交流做好。 比方说,我们今年会继续依托敦煌的文博会,然后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说展览、论坛、演绎,各种文化的展示、合作、各种交流。 同时,我们要积极组出去。 我们现在已经计划,比方说,以敦煌木高窟为核心。 敦煌研究院我们做的数字敦煌、数字藏金洞, 这个一系列的文物的这种展览展示和我们科研成果的一种展示交流, 我们会走出去。当然通过我们举办文化会也邀请他们进来,举办交流活动。 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国际旅游市场的开发, 让更多的游客能够走进甘肃, 来体验甘肃独特的这种历史文化和壮美的自然风光。 甘肃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是中原和中亚西亚、欧洲交流的一个大的通道。 这是一条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之路。 自古以来产生了很多的英雄在这条路上行走, 这是一条英雄之路。 甘肃也是以河西走廊为核心, 很多边塞师的发源地, 所以这是一条边塞之路。 我们热诚欢迎国内外的广大游客能够到河西走廊, 来到甘肃,沿着河西走廊从东到西一路走过去, 欣赏河西走廊独特的大漠风光, 体验、四处之路,和长城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欢迎大家来自家旅客来自家旅客来到甘肃, 来继续长的历史, 来享受美丽的文化和美丽的自然风景, 在甘肃市区域,谢谢。